熊貓那你現在那個 還在報紙說要咎死他嗎 然後我媽不是說 那不是我說的 是公雞說的 第一則是說 第一則是公雞說 兩個人吵吵吵 然後第二則是說公雞說 所以我想奪走我的兒子女兒 我奪死你 因為莫名 有一天我就莫名其妙 然後就看到有公雞的 第一則是說 第一則是公雞說 兩個人吵吵吵 然後第二個就說公雞說 所以我想奪走我的兒子女兒 我奪死你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媽怎麼會想到用公雞的圖案啊 然後後來不是記者說 熊貓那你現在那個 還在報紙說要奪死他嗎 然後我媽不是說 那不是我說的 是公雞說的 我也覺得我媽很幽默 可是那她其實 當時應該是想要發洩一下她的怒氣 可是後來公雞事件結束的時候 她好像發洩完之後 她昨天就跟我聊天 就心情是愉快的 她的那個藝術創作 還有DJ都非常厲害 這種東西就算我們不想讓大家知道 一定也是會被發現的啊 所以她們就那個直接就公佈了 然後我就萬萬沒想到公佈的時候 就整個全天下就是無恥 就是一直他們的新聞 他們的新聞他們的新聞 然後好像這個世界已經就是 只有他們兩個存在一樣 然後我才想說 欸我之前不是有一陣子還蠻紅的嗎 就是我的新聞都一直什麼 小姐不細地細地想聊有多受歡迎 然後又出了專輯 然後什麼多錢為什麼 然後就突然間就全部都被壓過去了 你們的新聞為美也太over了吧 她說我也沒辦法啊 我不是 你也知道姐姐的就是 有受矚目嗎 我說我覺得她胡子剃掉了 會更像她以前年輕的樣子 有胡子會遮住她帥氣的臉 她說乾你屁事啊 她也不是你的老公 你會不會管太多啊 我說沒有 因為我就是想要看到雄伯斯帥的嘛 就是住大F家吧 這個我還沒有跟她討論過欸 那會不會擔心 因為這樣你婚後還是遠距離啊 如果疫情又什麼的 又巨少零多什麼的 這個就是我姐叫我不要多說的事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方法 對 對 沒有當他們兩個墜入愛河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他們那個 已經墜入愛河了 我跟他講說 我說我不想再叫他歐巴了 我說因為全部的人都叫他歐巴 我說我是他的那個 他是我姐夫欸 我要真正叫他姊夫 然後那個 因為范范韓文也蠻好的 然後范范就說 他查了那個姊夫的韓文好像是 雄伯 就是雄伯 然後是雄伯 然後 然後 我就說真的嗎 他說真的真的啊 他說他有看過幾個韓劇 然後有提到姊夫 他們那時候叫姊夫 然後我就跟我姐說 欸以後他出來我要叫他姊夫 他說 你就叫他歐巴叫好 幹嘛叫姊夫啊 我說 拜託他是你的歐巴欸 憑怎麼全部的人都叫他歐巴啊 然後他就說 你就叫他歐巴不要姊夫啦 笑